星期五清晨 小朋友背着书包上学去 不同的是 今天要上的是一堂特别的 木翼创作体验 那接下来欢迎大家来到 动物星球 动物星球里面 有没有看到这颗是什么 大树 对 它是我们大树爷爷 结果有一天 树爷爷怎么了 哭泣了 哭泣了 为什么呢 有没有 要不要猜一下 小朋友仔细听故事 树爷爷遇到什么样问题 需要什么协助 虫虫 对 那我们的猫头鹰代表呢 在这里 要不要帮我们做什么事 对我一切 原来受莫哭威前 会努力扮演下一代 透过一连串互动 让学童了解大自然奥妙 发下由国内玲珑制作的木制玩具 小朋友感到很新奇 这是灵业试验所事办的活动 希望创造环境与教育的双赢 我们就是玲珑拿简单的 小型的一些鸡血去做切割 切割割以后做一些分装 我就可以拿给小朋友玩啦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这是阿公阿嬷的礼物 虽然玩是小朋友天性 但头一次接触到就连树皮都还在的木头 不少人惊慌失措 经过自己摸索及老师的指导 小朋友们几乎都能像手 抓不进去 吃吧 我们会发现自私的玩具 它其实就是都帮你设想好了 可是我们的玩具都不是这样的 它问题百出 很多小朋友今天看到了以后 它会慌张 它会说我不会 其实它只要很勇敢地去做就好啦 不对称的木制玩具 让孩子接触自然 了解差异性 也增加专注力与学习解决问题 还是简易的环境检测器 会不会发霉啊 会不会长虫啊 都会 但是重点是正常你放在空气里面 当然它就会满满地跟空气中维持一个 湿度的平衡 那你如果家里那么湿 你的玩具放在室内 没有包装起来的状况下 会发霉 不是那个木头本身带了霉菌到你家的 是你家的霉菌附着到它身上的 而这样的活动也大大改变了孩子与家长的观念 不是塑造的 不会产生素环 木头玩具很好 又很高兴 我以后很想带玩具 其实最早的时候有一些家长还跟我们说这个玩具很脏 然后就想说我们到底让消费者或者给我们的小朋友 到底提供了什么 让他们没有办法清净自然 本土木制玩具推广到校园 粗骨年产值有三亿 来源则是国内造林地修剪下来的树枝 不但增加菱笼收益 成为环境教育的一环 台湾的林地未来才能生生不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